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的成虫没有委须 因此呢 又称为乌尾类 叫阿瑟卡里亚 这类昆虫 它的后唇基 叫Postclipus 后唇基 庞大 以容纳 扩大的石窦 叫Cybrium 它的口气使向刺激式口气的方向演化 向额的内额叶气长 足的腐节减少为三节 或者更少 它的委须全部是消失的 这个复心次类包括四个目 涅次目 丝目 丝目 丁次目和半次目 半次目呢 在这里边包括铜次目 捏瓶 丝目的 唇基 明显弹大 我们说这个图片可以看到 唇基 就这个地方 明显弹大 它的翅是磨质的 休息的时候 左右两个翅称乌吉状 覆盖于腹部的背面 它的脉续比较简单 我们把它叫涅虫 叫psour city 疏尸 在图书馆 或者是藏书的地方 经常会发生的害者叫疏尸 叫booklies 藏书的重要害者 尤其是对于古装书 危害很大 它喜欢取食 淀粉类的食物 从这个电影照片 我们可以看出口气的演化趋势 这是下额的内额叶 延长 形成针状 这是它的侧唇舌 下唇须 上额 上额仍然是咀嚼式的 但是它的下额的内额叶 明显延长了 丝目 叫pacillary roptera 丝目是无刺的 属于后生无刺 它是鸟类和哺乳类 动物的专性外寄生者 就是寄生在鸟类或者哺乳类的体外 它的口气 或者是拒绝式的 像鸟丝 或者是刺激式的 像丝 它的身体是背负压扁 就非常扁 它的腹眼退化 没有单眼 由于长期 适应 寄生的生活方式 因此它的视觉器官 发生了显著的退化 丝 我们叫了sucking lies 鸟丝 叫chewing lies 这就是 人身上的头丝 头丝 喜欢在头上活动 它的足是攀缘足 喜欢攀缘在毛发上 它的卵也是铲在毛发上 成串 毡腹在毛发上 我们称为脊 虫子旁一个脊 人身上总共有三种丝 一种是头丝 一种是体丝 生活在我们身上 喜欢在衬衣的缝隙中活动 还有一种是银丝 银丝目 Tusenoptera 银丝目的身体 非常的微小 是细长的 口气 戳膝式 叫rasping sucking mouth parts 它的右上额退化 左上额和左下额 还有右下额 形成了一个口针 它只有三个口针 它的刺的边缘 有长的鹰毛 因此称为鹰刺木 这个木的昆虫 经常出现于鱼科植物 大鸡 小鸡的花上 因此又称为记马 英文是thrips 它的发育类型 介于半变态 与全变态之间 称为过渐变态 这个类型 这是记马的口气 红色的代表是上额 我们看 只有一边的上额发展 另一边的退化了 与黄色的代表的是下额 上额和下额都是真状 这是它过渐变态的情况 然后发育 到最后一灵的时候 不吃不动 把它称为勇气 把这类变态 称为过渐变态 下面介绍童字幕 Homo ptero 童字幕昆虫 它的口气是刺膝式的 是从头的后方伸出来的 前刺质地比较均一 Homo就是uniform 像均一的 它休息的时候 刺呢 是称无极状 放在身体的背面 它的雌虫 经常有很发达的 残暖器 像蚕类 牙虫类 都属于虫字幕 半字幕 Hemiptera 它的前刺 是半翘刺的 叫Hemelitra 就是肌半部 是骨化 变硬 是翘制的 端半部 是磨制的 这类刺呢 叫半翘刺 它的口气 也是刺膝式 但它是从头的前端 伸出来的 许多种类 有臭腺 可以释放出一种 类似于臭春的味道 因此呢 把这类云童叫 春相 春 指的是味道 相 指的是 它的口气 像一个相笔子 英文呢 叫box 或者叫 true box 半翘木 和铜翅木 由于它的取食方式 非常相似 都是刺膝之口气 都是取食 隐蔽的 液体食物 因此呢 国际上许多学者 把这两个木 合在了一起 他们经过 系统发育分析 认为 我们这里所说的铜翅木 是一个并细群 曲线 以上的 这就是铜字幕 是一个并细群 用虚线表示 甚至于铜字幕里边的 头会亚木 也为并细群 etroptera 就是一词亚木 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 狭义的半字幕 整个广义的半字幕 除了铜字幕 一词亚木 以外还包括 铜翅亚木 分布于 澳大利亚 下面介绍 内磁布 Indo-Pterigota 内磁布 它的发育 类型 属于 完全变态 也就是说 它的一生 要经过 卵 幼虫 勇 和成虫 等 四个虫态 由于在 成虫期之前 有一个不吃 不动的 勇期 因此呢 我们把这类亏虫 又称为 全变态类 叫 Holo Metabola 全变态类 它的右期 在体外 看不到 刺牙 换句话说 它的刺牙 是在体内 发育的 因此呢 我们把 这类亏虫 又称为 内刺布 Indo-Pterigota 完全变态 的出现 是 幼虫 和成虫 不仅 外形上 具有 很大的差别 它们在 生态位上 在取食的食物上 都可能有 很大的差别 使得 全变态类昆虫 它的食应范围 更广 是 内刺布 包括了 绝大多数 昆虫钢的 准备 目前 关于 幼虫的起源 仍然是有争议的 还有这个 勇期 到底从哪里来 它从哪起源的 这个也是 争议很大 有人认为 勇期 来源于 半变态类的 前若虫期 叫 Pronym 有的人呢 认为有 其他的来源 还有幼虫也是 到底是来源什么地方 仍然是一个 有争议的 一个问题 内刺布 目前呢 飞为 五大类 一类是 摩尺木 现在一般认为 摩尺木 在内刺木里边 是最原始的木 因为它 有发达的 采染器 而且它的 成宠 有明显的 伪须 等等 特征 第二个 大类呢 叫 麦刺 总木 Neuro Ptenrida 麦刺 总木 它的口气 都是咀嚼式的 它的前后刺 的形状 和麦序 只可以相似 没有伪须 就是麦序 总木的伪须 都退化了 在残卵器上 有一个残卵器 鞘 叫 Gona Plus 这愈合的 麦子总木 包括麦子木 广子木 和蛇灵木 三个木 第三大类 是 类麦总木 叫 Anphimenoptera 这个总木呢 包括 毛子木 和麟子木 它的主要特点是 雌性 是 异配子 像其他动物 不一样 像哺乳动物 还有其他的木 的昆虫 它的 雄虫 是 异配子 雌虫 是 虫配子 而 内麦总木 刚好相反 它的雄虫 是 同配子 而 雌性 是异配子 它刺膜上 长有 密集的 长毛 这些长毛 在麟刺木 盔中中 特化成 鳞片 特化成 扁平 囊状的鳞片 它的右虫 的蛇 和 前下唇 叫 Prelatium 愈合 形成一个 吐司器 在图司器的 端部 着生有 丝线的开口 鞘刺 主木 Coleopterida 包括 鞘刺木 和 碾刺木 那最大特点 属于 后动类 就是 飞行的时候 主要是靠 后刺 飞行 而它的前刺 或者特化成 保护后刺的 翘刺 或者 退化成 平和棒 第五个 总木 叫 巨泵 总木 叫 Anteliofora 这个总木 它的主要特点 是 熊虫 有 精子泵 通过 精子泵 在交配时 把 熊性的 经验 传输到 雌虫的体内 它的精子呢 是 液体的 而 其他的 比较低等的 类群 它的精子呢 都是形成 精家 或者叫 精包 包括 三个木 是 长刺木 皂木 和 双刺木 我们先来看 摩刺木 Imenoptera 摩刺木昆虫 它的刺 是磨制的 后刺 的前缘 有一排 小钩 这个小钩 叫刺 钩裂 叫Hemley 通过刺 钩裂 钩住前刺 后缘的下方 形成连锁 我们把这类 的连锁方式 称为 刺 钩裂 连锁 它的口气 一般是 咀嚼式的 只有 比较高等的 密封 是 崛西式的 就是 密封的上额 是 咀嚼式 而下额 和下唇 特化成 顺息 花蜜的 吸收式口气 因此呢 这称为 绝西式 它的磁虫 有发达的 残暖气 呈巨状 刺状 或者是 针状 在不同类型里面 有所差别 摩刺木 包括 黄蜂 叫WASK 和 蜜蜂 的B 或者Honey Bee 通过这个 季风 我们可以 看到 非常发达的 残暖气 这个弯曲 从 腹部末端 向下 弯曲 插到 土壤 之中的 这个 黑色的 场馆 就是 季风的 残暖气 第二十二个目 我们介绍 广刺木 Megaloptera 它的 成宠体型 非常大 而且 它的 口气 是拒绝式的 那雄性的口气 延长 形成 镰刀状 在取尸的时候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它的厚刺 臀屈 扩大 称扇形 广刺木 包括三位昆虫 一类是尼龄 叫Dolson Fly 一类叫鱼龄 Fish Fly 还有一个叫磁龄 叫Alger Fly 它的幼虫呢 都是水生的 在水中生活 它的 腹部广侧 经常有 成素的 气管三 麦字幕 Neuroptera Neuroptera 是 麦 Ptera是刺 指的是 它的前刺 和后刺 都有 网状的刺脉 它的口气 是咀嚼式的 而 幼虫的口气 是 咀嚼式的 它的两对刺 的形状 它的脉续 均十分相似 刺脉都是网状的 脉续上有个特点 就是 靠近刺 边缘的刺脉 多数是分叉的 这是麦字幕 刺脉的一个 典型特征 就是 靠近刺边缘的 这个重麦 均是两根菜 麦字幕昆虫呢 包括 草灵 鹤灵 翼灵 叠角灵 等等 都是灵 第二十四个目 我们介绍 蛇灵目 Rafidio Ptera 蛇灵 成重的前胸 极长 称静状 蛇灵呢 它头 可以向后看 可以扭过来 看在后边 这是在所有昆虫里边 都非常独特的 它可以向后看 两对刺 都是磨脂透明的 刺脉 网状的 非常相似 它的尺宠呢 有发达的 肠 残暖气 这是蛇灵 蛇灵成重的 个体非常小 经常发生在 山区的森林中 它的幼虫呢 喜欢生活在 真叶树的 树皮下 上面是 毛刺木 它的成重 像鹅状 就是看起来像 我们常见的鹅子 很像 但是它的口气 是咀嚼式的 从这个图片 我们明显可以看出 口气是咀嚼式的 非常脆化 所以成重一般 不取实 而刺和身体上 密背 细毛 在休息的时候 刺呢 是从无极状 放置在体背上 如果用 如果用 放大镜 看的话 或者用显微镜 看的话 它的刺上面 不像鹅子 鹅子是鳞片 它这个刺上 是 它成重叫 食鹅 是因为 经常停留在 石头上 由于幼虫水生 这个毛刺木 昆虫呢 是一类重要的 水质 监测 昆虫 可以监测 水质污染程度 它的幼虫 在水里边 经常会接一些 槽 生活在槽中 这个槽的外边 经常会 沾附一些 小石头枕 这个石头块的功能 主要是 防止 被水流 把幼虫 吹到下游去 主要起这种作用 这是 毛刺木昆虫 林刺木昆虫 Lepidoptera 刺上 有鳞片 鳞片呢 和钢毛 是同源器官 也就是说 鳞片是由 钢毛 变宽 变扁 形成的 不同的种类 不同的部位 这个鳞片的形状 还经常有一些区别 林刺木 第二个典型的特征 是它的口气 特化成 长长的管状的 红西式口气 叫 Sifting Mouth Paths 这个红西式口气 是由下额的外额叶 延长 左右两个外额叶 合在一起 所形成的 林刺木昆虫 包括两大类 一类是 额类 叫Moths 一类是蝶类 叫Butterfly 这张图片 我们展示着 林刺木昆虫 它的口气 的演化过程 我们知道 所有的昆虫 最原始的口气 都是咀嚼式口气 而七收式口气 是由咀嚼式口气 演化来的 或者说特化 形成的 在林刺木昆虫中 这种口气的演化趋势 非常明显 小刺额科 它的下额 是典型的 咀嚼式 可以明显看到 静节 轴节 内额叶 外额叶 和下额须 这是下额 小刺额的下额 是典型的 咀嚼式口气的下额 也就是说 它的外额叶 没有明显的延长 它的上额 仍然是比较发达的 在一额仰慕中 它的下额的 静节 轴节 仍然是比较发达的 它的内额叶 也不延长 大家可以看出 非常短 这是下唇须 这是下额 这是下额须 仍然是咀嚼式 但是 在比较高等的 比如 敏额里边 它的下额须 非常短 这个蓝色部分 是它的下唇须 橘黄色的部分 是延长 特化 所形成的 绘 这是由 下额的外额叶 形成的 是左右两片 羽化 以后 左右两个外额叶 贴在一起 形成一个管状的构造 这就是 红漆之口气 第二十七个木 我们看 翘子木 Coleoptera 这个木呢 它的前刺 变得非常坚硬 骨化 形成翘子 叫Eletron 它的后刺呢 仍然是磨制的 这翘子 主要起着保护后刺 和身体的作用 它的口气 是典型的拒绝式 这叫甲虫 翘子木昆虫 是向隐蔽生活的方向 变化的 这是 昆虫缸 最大的木 全世界已知的 有三十五万种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见到蝴蝶 见到鹅子 但是 很少会见到 甲虫 因为甲虫 多数都是专注生活 喜欢生活在地下 植物组织内 或者专注在 其他的木材啊 等等啊 里边 喜欢隐蔽生活 所以说 并不是很常见 但是这个木 确实实应性 非常有 它的前充背板 也很发达 它的身体 非常的坚硬 会造成 它的实应性 非常好 这是 翘子木 和翘子木 情缘关系 非常近的一个木 叫 碾次木 是 Trapcytera 这个木呢 它的系统发业地位 还是有争议的 有人认为 它和翘子木很近 也有人认为 它应该放在 聚泵雅木 也有人认为 它应该放在 麦子祖木 但是多数学者的意见 认为 它和翘子木 关系是最近的 碾次木 它的虫体 非常微小 而且 雌雄 异形 现象明显 雄虫 有发达的后字 不用的时候 是卷在一起 它的前字 退化成一个平衡棒 这是它的前字 非常小 只有发达的后字 这是它的刺杀的特点 它的雌虫 比较小 是没有刺的 足 也退化 雌虫的一生 都生活在 祭祖的体内 碾次鼠呢 英语叫 twisted wing parasides 都是寄生性 这是碾次木 下面一个木 是长次木 Mycoptera 长次木 它成本主要特点 是头部 向浮面延伸 形成 慧状 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它的口气 是咀嚼式的 位于会的末端 它的刺 宰长 魔智宰长 使于前后刺非常像 叫长次木 它的雄虫 的生殖器 横大 上举 壮丝 蝎子的尾巴 因此叫蝎灵 叫scorpian fly 蝎灵还有一个特点 它的幼虫 头侧 有腹炎 这是它的腹炎 C类非常原始的特征 皂木 Siphonoptera 跳蚤 大家应该很熟悉 它是无刺的 身体非常微小 但是是侧点的 所有的困虫里边 只有跳蚤是侧点 口气是刺膝式 吸食鸟类 或者哺乳类的动物的血液 它的后组是跳跃式的 跳蚤非常擅跳 如果按体长来算 跳蚤是动物界的跳高冠军 跳蚤英文叫Flee 都是外寄生者 它可以吸食血液 可以传播黑死病 全世界有2500个 最后一个木 我们介绍双次木 Dipra 只有一对前次发达 而后次呢 退化成平衡棒 叫Houtier 它的口气是吸收式的 或者是刺膝式 或者是刮膝式 或者是刺膝式 等等 类型很多 包括蚊子 苍蝇等等 这也是一类非常常见的昆虫 在医学上和受医学上 双次木昆虫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也有一些不少种类 在农业生产上 是危害很重要 下面留下一个思考题 昆虫官的计划趋势 有哪些特征 好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